这个在巴塞罗纳海边哭作的华裔男人 正面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她刚刚得知她的生命临近终点 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 她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她叫林百年 我爱你 你也不想发生了吗 你也不想发生了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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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我说的这个人必须在遗嘱中跟我的儿子林永文享有同等的权益 您还有一个孩子 是的 他在中国 能告诉我什么名字吗 我 我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见过他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遗嘱上怎么改呢 您必须先找到他 否则没法办 是的 我叫李然 在一家阿萨制社做摄影记者 从我懂事起 妈妈就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亲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远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有一个华人富商会是我的亲生父亲 董事长早上好 董事长早上好 你好 董事长早上好 早 董事长 您下周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和您再确认一下行吗 今后两周的活动全部取消吧 您马上提我第一张飞上海的飞机票 出什么事情了董事长 我去办点私事 你就别多问了 订完票你过来一下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公司的业务就交给你负责了 我马上提 你明天就要去中国 为什么 生意上的事 怎么走这么急 二十多年了 你好像从没回去过 这次为什么要亲自去 生意大 别人去我不放心 就去几天 你前这儿说心脏不舒服 非常徒刑嘛 没事 最近我都感觉好多了 没问题的 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永文叫来陪你吧 谢谢你开这个口 也不知道你们两个要斗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想再这么下去 等我回来 我会心平气和地跟她好好谈一次 走 你 我 acronyam 我 אנ 我刚刚刚才会 在我的家里 我会儿 我会儿 我和你 那是 你 你 我已经看到你 去看看你读过书的学校 打过空的披萨店 啊 还有 一定要去见见那个 有着两条修长美腿的 魂学女助教 我说什么你都能记住啊 那当然了 谁让你说过呢 她可是你的梦中情人 多亏有梦中俩字 不过我现在估计她已经结婚了 那就更得要去了 至少可以击碎你的美好梦想 你怎么那么残忍 我从认识你以后 我所有的梦中情人 都被我自己给击碎了 听到 那你以后还提美国吗 不提了 再也不提了 要不然我干嘛回来啊 那我们去哪呢 西班牙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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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泰罗尼亚首辅 地中海的港口城市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巴塞罗那普及队的 最长的队 我身边的这个男人叫陈寒 比我大几岁 是一位海归企业家 拥有一家小型软弱公司 两年前因为一次采访 他走进了我的镜头 也走进了我的生活 作为巴塞的铁杆球迷 他早就想去诺坎普球场 亲眼目睹偶像的风采 巧合的是 我那从未谋面的亲生父亲 此刻正从万里之外的巴塞罗那 向我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长 外面有一位西班牙的华侨 拿着侍侨连的介绍信过来 好像要找什么人 要我们信访科去接待一下 他现在人在小会议室 知道了 小悦 你去处理一下吧 好 林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历城啊 对 第一次 不过我老家离这儿不远啊 那咱们算半个老乡了 是吗 您在西班牙生父多久了 又二十七八年了 一次都没有回来过啊 没有 很早就想回来看看的 一方面 生意上一直很忙 那一方面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 所以 您这次回来要找的这个人是 我要找的这个人叫汪秋平 三点水的汪 秋天的秋 萍水相逢的萍 五六年生在这里 八零年出国去了西班牙 一年后回国的 这是他当年的照片 他回国后呢 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很多年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 那没问题 反正只要他出国国嘛 这个户籍资料上都会有记录的 我去趟公安部门查一下 当年我们出国 路径有点复杂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在公安部门 办过什么手续 哦 是这样 那您确定他现在还在咱们立场吗 他回国时呢 怀有身孕 说了要回老家生孩子的 哦 这么说还有一个孩子啊 是啊 算起来孩子该有二十六七了吧 这个汪秋萍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我和汪秋萍当年在巴塞罗那 谈过恋爱 我刚提到的那个孩子 是我们俩的 说是买大杂线回来 孝敬我 这晚还是要等到我下了班 回来自己弄 哦 哎 我看你出嫁以后啊 怎么指派你老妈 汪秋萍在吗 妈 电话 谁啊 明知故文 还带有谁啊 你们学校的秦老师呗 你别瞎说 我跟他只是同事之间关系 喂 今天不行了 然然早回来 我陪他吃顿饭 我一会儿还要陪他上街去买点东西 好 明天到学校再研究 好 再见 我耽误你约会了吧 我跟你说过了啊 我跟他真的是同事关系 说过几遍呢 收衣服 整个数据库中叫汪秋萍的 只有这三个人 一个七十多岁 两个二十都不到 这都不符合啊 都不是你要查的人 哎呀 那这上面是不是就已经找不到这个人的信息了 准确地说 是有户籍记录的常住人口中不存在这个人 哎 行吧 有没有可能从他的死亡诸销啊 户口变更上找到他 那要人工翻查原始档案 我知道这个麻烦 那麻烦我是不是来求你了吗 老华侨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这个事不能急 哪天查到了肯定通知你 行 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哎 小薇 你在路上了 怎么怎么样 办得怎么样 不是那人说给你办的吗 这么 好了好了 你在车上等我 好吧 我马上过来接你 哎 妈 妈你帮帮我 烫死了 都要为人之妻了 还犯来张扣一来伸手 时间长了人家陈涵会有意见的 敢有意见 他找的是老婆 又不是保姆 这些我都跟他谈好了 男人会变的 就算天底的男人都变了 陈涵也不会 这点我有把握的 这啥话呢 在那儿 对了妈妈 我的护照今天拿到了 不过这次照片拍的特别傻 难看似 真的 决定去哪儿度蜜月了 西班牙 陈涵说要去巴塞罗那 为什么 因为西班牙有一支巴塞罗那足球队 陈涵呢 是他们的超级球迷 想去那儿看球啊 都想疯了 所以你也跟着一块发疯啊 您别大惊小怪的 我们又不是去伊拉克 那上次不是你说要去美国度蜜月吗 现在改欧洲了 那为什么不是巴黎伦敦维也纳呢 就算陈涵想去巴塞罗那看球 这也没什么错吧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倒游着他 你有没有立场啊 这跟立场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巴塞罗那除了足球之外 还可以看斗牛 高地建筑另外还有 富拉米古 你一定要说服陈涵 爱远计划去美国 你要是为难的话 妈来听你说 我们的事情你不要操心哦 不行 我非得操心 到哪儿都行 就是不准去西班牙 不可领域 这西班牙有仇 小薇 小薇 来来来 快吧 包给我 哎 快快快 送我去剧团 那么去剧干嘛呀 我晚上有演出 我快点不上了 我一看他拿不出单表材料 还向我流速 我就知道 我又碰上骗子了 他没把你怎么挑吧 他玩空手道 不还会给他占便宜吗 不过 甜言蜜语给怪了不少 再是我检验这几年 学英语的成绩了 没上当就好啊 小薇 你待会儿演完了 我跟你说一事 什么事 你觉得西班牙这个国家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哪儿都比这儿好 啊 他没想要 请说一声 055 1 1 8 2 10 1 1 我家一周好未来 两兄姚子也不难 你家二代岁 我往来让花费 却少三样后门来 我家一周好未来 两兄姚子也不难 好 讨厌 叫我一跳 我来撒 不用你了 笨手笨就要带回来 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过你会唱戏 好听吗 特别好听 骗人 我骗你干什么呀 唱得真特别好听 是不是想瞎了 没有 你才骗人呢 能不想呢 你放心 等我挣了钱 第一件事 咱们就回家了 可是我觉得这一天越来越远了 相信我 不会太远了 穿过全面的人 东西 黑帘 你怎么想看 老虎 你怎么看 你识得很登上 几点了 都快十一点了 咱晚饭都还没吃呢 冰箱里有东西 那咱弄点湿的吧 你不是说 有件事情你要告诉我吗 小白 今天下午有个姓名的西班牙华想要当我单位来的 你躲出来找着你 那女的跟你还同一个姓也住在咱们历程 什么意思啊 他跟我说 这个女的是她二十多年前的恋人 当时他们一起出国呢 后来这女的怀孕了 一个人回国了 二十多年他们就从来没联系过 所以我是在想 这个老华侨这次回来找这个女的 那是一方面 要找到这个女的孩子 才是她最终的问题 听着点没目来了没有 没有 我也没什么兴趣 这个姓林的华侨她说 这个孩子她估计是八一年三月份生的 你不是也是八一年三月份了吗 要你就是要她找的这个孩子 是她的私生子 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要我冒充她的孩子 父女相认 西班牙的华侨回国找到自己的女儿 那她肯定要把你带出国去啊 你不是想出国吗 这很合情合理 顺理成章的事啊 你觉得有什么胆毛 比这个更过硬呢 我今天下午还特意去了南派出所 根本掌握到这个人 她要不问的话 你就说母亲死了 你只能说母亲死了 这所有的疑点才能画上句号啊 行吗 有什么行不行的 是在人为呗 我就觉得这没准就是一次机会 没准就能改变咱俩的命运 就看你自己敢不敢冒这个险了 那天晚上他们密谋了很久 最后决定铤而走险 平心而论 这个计划很邪恶 但富有创意 也就是因为这个天才的计划 扼杀了我和亲生父亲的团聚 而那个叫汪小薇的同龄女孩 却摇身一变 轻而易举进入了我父亲的事业 很抱歉啊 林先生 没听您找到 不过有了您女儿的下落了 您这次也算是不许此行啊 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户籍注销是02年 也就是说五年前 五年前去世的 汪小薇还住在这个地址吗 没有 这是她以前的地方 后来房子都拆了 她现在住在乐剧团的宿舍里边 这个 这是她现在的地址 我听您抄了一份 开火系 谁呀 请问汪小薇小姐住在这里吗 先生 您找谁 你就是小薇吧 是啊 您是 我是林百年从西班牙的 来看你 看我 是西班牙 那请进吧 一线挨晚期是很难熬的 最后几天 我陪在他身边 他疼起来 真的很惨 您走前的还说了些什么吗 他早就知道他会走的 该说的都说了 我们家很穷 所以也没什么遗产要交代 为了治病 该变卖的都变卖 没有想到你 我们你会过得这么惨 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 你不要我们了 一定有你的难处 是啊 我的确没有资格再说对不起了 这么多年来 你妈妈一个人帮你带一搭 你们吃的苦 可能我都无法想象的 你要怨恨我也是应该的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个孤儿了 这里就是他的目的 是他临终前让我把他的骨灰伞在这儿的 她说 这里的水连着大海 总有一天 会带着她 去她想去的地方 我没想到你妈妈会这样 料理在后世 其实她一直都没有忘记 到死都没有 多亏你想得比小周到 她果然提到要去看坟 所以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她什么都信了 你没跟她提 你想出国的事吧 没有 我如果提得太快 她会怀疑啊 不过 可以感觉到 她对我的印象还蛮好的 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 她还问我说 除了唱戏以外 我有空时都做些什么 我就告诉她 我有空时 我去夜校学英语 我还背了一段英语给她听呢 她说 她没想到我那么坚强 然后突然说 会讲英语的人 学西班牙语也快 你想 她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啊 还能有什么意思啊 肯定她在口里 带你去西班牙的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林先生有没有跟你聊 他们家的情况 没有 老头子心得很 那我跟你讲啊 她要是不说 你千万别问她这个时候 不能让她感觉到 你有什么目的 言多必失 你知道吗 知道 咱俩今天把房间布置一下 明天让你妈来一趟 她检查通过 咱们就大功告成 恐怕她是不会来的 这两天啊 她正跟我闹别扭呢 什么 她死活反对 我们俩去西班牙度蜜月 本来去哪儿都可以的 可是她现在这么偏执啊 我 我还就偏不让步了 这么说这矛盾 还跟我有关系 那这样 你让她去上地方 她说去哪儿 我去 我不 我就去西班牙 我就不相信 我妈我搞不定 怎么样 快看看 我新买的窗帘 不错吧 真不错 就是这颜色呀 有点浮复 不过整个的房间 建议这么一布置 倒是有点艺术色 想想以后 我要是天天都住在这儿 我这个愚蠢的商人 也会长出个艺术气泡 真的辛苦 辛苦了 好 我去过完这个房 明天下午有空吗 什么事啊 领证 那我就请假呗 那明天下午几点钟 我开车来接你 不用了 明天下午 我可能还要出去做个采访呢 这样 我们现在就说好 下午三点钟 我直接在婚姻登记处门口见你 怎么样 好 真舒服 好了 懒冲 快起来 去把我买的东西拿进来 快 起来了 我跟李然不是房间呢 我跟李然不是房间呢 李然中文 你在哪儿啊 你在这儿等着吧 我现在过去 亲爱的 我有点事儿得出息一下 谁这么晚的找你啊 不能明天啊 有个客户要见我 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嗯 那好吧 开车小心 走了 嗯 嗯 嗯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出门面的 其实我一直在多带领 什么带领 红叶足彩的带领 足彩 你在做赌球的生意 是的 你知不知道在国内做赌球的生意是违法的 我知道 你知道了还做 我把你从美国叫回来 让你跟着我一块干 结果没干几天你就变卦了 你说你要自己干 要你快我十倍的速度赚钱 要不然就对不起你这个美国的金融圈硕士 结果呢 你现在干的是违法的事 你那个红叶球材是哪儿公司 注册是在印尼 沐浩老板是香港的 而且 他们现在是国内最大的庄稼 我是他们在上海的一级带领 你现在出什么事了 是被公安局查了还是欠了人家钱 你说话呀 你要是被公安局查了 咱们就赶快想办法 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如果欠了别人的钱 欠多少我替你还 以后别瞎祸了 到我公司上班 哥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不是一辆百万能搞定的事情 你欠了别人多少钱 我问你欠了别人多少钱 一两千万 多少钱 一两千万 喂 妈妈 晚上当然会回来了 对了 我跟陈寒约好了 明天下午三点去结婚登记 然后就去女学校接你了 陈寒说 要明天请你过来看看我们的新房呢 妈 陈寒没说他非要去西班牙 您别这么较真了 美国不去就不去了嘛 那好 你明天见到他 自己跟他讲吧 就这样我挂了啊 坐的时间长了 这点水头 也满足不了我的胃口 而且我看 最近丰收点紧 再该干不下去了 所以我想 自己也赌一把 然后浸喷洗手 本来一切都会很顺利 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了 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赌球 都是先赌后结账 我是一级代理 而且又是跟自己的庄稼度 跟他们做了那么久生意 他们不会怀疑我的还款能力 可你怎么能一下子输了一亿两千万呢 我收不住手了呀 昨天晚上我赌了三场比赛 一开始我只想赢两千万的 而且凭我的经验 第一场比赛我肯定能赢 营超比赛 曼联队曼城 而且曼联是主场 没想到 结果报了个大浪门 曼联输了 你就输了两千万 是 这一下子彻底打了老的计划 两千万 我拿什么去还 想了想去 只有一条路 把他赢回来 半夜十二点 正好一甲开赛 AC米兰对西耶娜 AC米兰让两个球 我还是压了AC米兰 压了多少 四千万 我想如果我赢了 我还是能赚两千万的 哎呀 不是跟你讲的吗 可靠 非常的可靠 没想到 AC米兰只进了一个球 我又说 这下我彻底没了方向 我知道我闯下了大祸 到了这个地步 只有一条路 把它再迎回来 以前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只要最后一把押对了 就全回来了 结果你就押了六千楼 我想 只要押对了 我就不输钱 但是我的意思太差了 凌晨三点 七价太强 巴萨对塞尾利亚 我押了巴塞罗纳 结果只是一场平均 对于巴萨这种世界强队来说 只要打拼我们就算出 你怎么不去死啊 哥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想去死 但是我死了 你怎么办 我替你收拾啊 哥 我死了你也跑不掉 你自己闯的祸跟我没关系 哥 你不明白 我告诉你陈红 你现在闯的是一个杀身之祸 你根本就没有钱还人家 你不如美国绿卡吗 赶紧跑 能跑多远跑多远 我跑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你记得那份担保书吗 什么担保书 就是上次 我让你签字盖章那份担保书 其实担保 就是冰医生的事 他们非得让我找一家注册在一千万以上的公司 你说金融咨询业务还需要担保 不就是把国外那些风头介绍给国内有发展潜力的小公司吗 你从中间抽点回控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次是一批大业务 他们非得那么做 我也没办法 钱哪儿啊 最后一页 还得盖章 你是说我签的那份担保书 担保你做赌球带领 是的 你要是还不出钱 我就得替你还 我没办法 只能骗你 你还是我弟弟吗 你连我逆都骗 我知道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是畜生 我该千刀万剐 但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以后再谈行吗 现在的问题是 只要我这几天拿不出去 他们就会来找你 那帮人的厉害我是知道的 我可以一走了之 你怎么办 你会被他们整死的 你知道吗 哥 其实以后的事情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你要是想好了 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是想让我 让我跟你一块好到美国去吧 可我在这有我的事业 有我的爱 我跟李然明天就要登记结婚了 我能把这一切都扔下一走了之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两个人 已经走投无路了 你知道吗 你把我从这扔下去 我一点怨言也没有 你要是觉得些 能够救咱们兄弟俩 你把我从美国读书花了那么多钱 你替我在美国读书花了那么多钱 你替我在美国读书花了那么多钱 也算没有白套 你说吧 精产脱效 我们那么遥远 张开窗币 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 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有没有一种爱 能放得下 是谁说好一直相爱 结果却分开 是谁以为早就懂得 其实不明白 其实不明白 红色裙脚的摇摆 回忆当做尘埃 石榴花不再盛开 错过你错过爱 我回来 你离开 你微笑 我却哭起来 我们那么遥远 我们那么遥远 张开双臂 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 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能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遥远 我们那么遥远 爱 这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